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 评头论足 朋友们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本期猎朋友们带来的就是万代官方25号发售的METAL RUB的魂命运 其实我一直感觉有命运的话 应该在强袭自由之后出 没想到的就是在无证之后了 而另外MR魂的浮小 大家也不知道想没想到 我知道消息以后都过去好久了 到时候就只能迟现了 话说回来 在很多年以前 MR魂的第一作海牛出品以后很久都没有新作 那么间隔一段时间之后来了EXS 之后这个系列算是复活了 不过价格方面真的是水涨船高 海牛当时入手的价格可能也就是500 而现在的新款可以说大部分都在1000元左右了 那么因为尺寸关系 有些朋友可能愿意称之为小IMB 虽然我也是小比例空 但是玩了这么多以后 如果说只看定价的话 或者是市场同等价位的合金产品 通过比较就能感觉出这个系列 性价比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同时收藏价值和可玩度 加上造型品控表现都不是特别高 因此在这个系列上很难体现出万代的良心来 但是说了这么多 不妨碍各位看热闹 今天就是这款人气不逊与强袭自由的命运高达 听头论足店铺的代理版还没到 我这个是1100块持线的港版 真的是太贵了 那么好的 咱们直接来回看一下包装 包装盒方面 区别MR魂的强袭自由的明亮色调 以及无限正义的粉嫩培色 为了凸显扭曲的阴暗心灵 这次是深色包装 包装规格和尺寸 倒是和之前的产品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确实MR魂的盒子什么形状都有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来看一看内容物 可以看到总共就这么多 朋友们能发现 基本上没有值得注意 或者吸引眼球的特殊配件 都是命运高达 非常常规的配件 这些配件咱们一会儿一样一样的来展示 首先先把命运高达 换成完整的造型 来看一看表现怎么样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这一次 命运的官图表现还是挺毒的 看起来棱角分明 但是这个实物拿在手里 细节表现照比官图还是差了一些的 那么作为R魂系谱来说 也绝对是再通常不过了 而通过MR魂的强袭自由开始 朋友们就能发现 作为seed系来说 这个还原动画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强调细节的标志以外 整个玩具的头部造型 或者是身材比例 体块方面的边角转折 都是特意进行了刻画 进行了修饰 所以说看过动画的 再来看MR魂的seed系体 确实会有比较明显的还原表现 不过说来说去 毕竟动画已经出了十几年了 这期间什么MG MB R魂等等产品很多 特别是对于seed系 造型方面的迭代和重新诠释 也是历经了很多次 特别是命运高达 算是IMB 魔改的比较猛的一个开端了 造型方面的好评度也算比较高 这之后什么的国产拼装版 国产KO 国产改模放大 再或者是国产的二次魔改等等 也是层出不穷 那么毕竟时代不同 现如今再看这个小尺寸的合金产品 你要说造型特点的话 或者是优点的话 肯定还是动画味道十足 外甲部分 棱角或者是转角都非常清晰 结构造型完全没有任何魔改的意思 而且为了强调动画的味道 是吧 在很常见的腿部弧线这些地方 眼前的朋友都能发现很明显的充填分 那么在细节部分 可以说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强调 或者是处理 顶多给出一些比较标签性的标志 或者是集体番号 像什么细节刻线 或者是特殊的分色 在这款模型上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也算是原汁原味 算是符合MR魂C的系的一个统一风格了 而在金属关节方面 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 合金部分的使用 还是在这个非常常规的部分 主要就是关节了 因为属于小尺寸 就算是比较大块的腿部关节 或者是胯部关节 和MB相比起来 其实也不算大 但是拿在手里 必然也是比HG 或者是R魂都重一些的 而肺关节部分 在胸部出气口这边有一块 同时在脚掌方面 也是有一定的配重应用 平时摆玩的话 其实很难察觉到 而在漆面部分的表现 我认为也算是万代的常规表现了 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 但是小问题的话 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 像漆面部分的平整度 或者是边角漆面的整齐度 初始蹭期 包括水口的飞边 或者是分模线的处理 我认为还真不应该一概而论 那么对于万代的产品 始终看脸 想要邪魅一笑的强袭自由 也不一定人人都有 就这么回事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看细节 首先就是最最重要的面相部分 我感觉 首先命运的特点 强调的还是挺清楚的 比如说眼眶的雪雷结构 同时没有雪铁龙的面罩部分 可以看到这些细节表现的都很清楚 红下巴的结构比较突出 同时面罩的位置也比较靠歪 也比较宽 然后在头盔侧面可以看到散热口 上面的火神炮的位置 带有涂装分色 比较重要的停线部分 效果正如旁边所见 这个角度加上尺寸和MB相比 没有那么张扬 同时整个头盔造型表现也趋于圆润 并没有像MB那样做结构夸张 感觉看起来还算可以吧 而头部可动的话 咱们简单看一下 头部的左右旋转 然后是左右侧摆 加上抬头还有低头 差不多就这样了 可以看到可动范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就是脖子下端的可动关节 让脖子有些分段展 并不是很好看 接着整个胸部造型营造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看起来很修长 同时在蓝色的胸口部分可以看到 前端被制作的造型非常突出 这个部分让我想起之前的MB抢袭来了 而另外在身体上的红色部分的分色表现也是非常艳丽 而在可动方面 MR魂的命运在躯干方面也是做出了独断结构 可以看到整个设计思路和同作品的两款都差不多 比如说在胸口这边有一段弯腰关节 而另外下面还能再有点可动 同时这一次可以看到 在下端的侧摆角度表现还是挺强的 但是因为结构间距都挺近 所以要注意漆面之间的刮蹭 总的来说躯干部分的可动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对于整个手臂部分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肩甲 这个部分绝对是因为看度了MB命运的关系 现在在看这个普通命运就感觉真的是担保了很多 MB命运的肩甲确实太洗脑了 不过这款MR魂的回旋标倒是处理的挺长的 按照结构这个是可以进行拆卸的 我们拆除下来之后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握柄 朋友们都知道这个部分就是回旋标 我们直接插上光束特效件就可以了 也是分为两种 首先这第一种我感觉应该算是回旋标形态的光束了 因为可以看到带有转折 不过光束的部分看着有点长 而边角部分带有一些喷射细节 可以看到在这个表面并没有经过什么特殊的颜色处理 而对于这个肩部的肩柄 另外一种形态就是光束剑形态了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给的 真的就是非常标准的光束特效件了 支持的一小根什么喷射效果都没有 个人感觉并不怎么好看 感觉挺糊弄人的 那么肩甲部分本身自带一定的可动结构 手臂活动的时候会用的上 而在手臂根部也带有引出结构 那么对于命运改造型的时候 比如说想来一个大掌一刀流 还是挺有用的 那么整个手臂支持垂直旋转 手臂上段的常规的水平旋转结构 曲肘的话标准的三段式结构 一直感觉MR魂的手肘关节 看出来合金分量不是很足 就像是一层壳一样 那么小臂的话没有MB的额外可动 但是小臂和手背的装甲这里还是分段的 所以在进行手部活动的时候可以独立活动 手掌部分的外甲其实只是提供了这一对 剩下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替换造型手了 可以看到这一次造型手的数量还是非常丰富的 什么拳头啊 各种掌型或者是握持手型都有 但是手背都是空着的 同时还有一个凹槽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利用凹槽来衔接连接件 然后再连接上手臂外甲再实现造型替换的 替换起来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不过关节连接并不是非常结实 宝儿的时候这个部分经常容易脱落下来 关于手掌部分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命运的手上针对这个特殊掌型 这里是给出了专门的防炮特效件 首先在这个特效件的表面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珠光旗的效果了 但是这个炸裂造型总是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怪 像是这个手上握了一个海仔一样 总之这个炸裂感并不是很强 而另外针对手臂方面 是可以搭载一面命运专用的盾牌的 就是这个 虽然说细节不多 但是整体造型表现得非常方正 棱角效果我认为还挺好的 那么同时作为盾牌也是给出了展开机构 打开以后内部可以看到非常艳丽的红色内部细节 真红啊 而即便合拢的话 我们安装到这个命运的手臂上 也会感觉盾牌的长度确实是不短 基本上和这个手臂长度是相当的 而针对命运高达 也带有这个释放的光束盾特效件 和MV一样也是多层结构 冰角部分的处理可以看到是相当规则和整齐的 并且和掌心光束炮一样表面都给出了珠光齐的效果 那么我们利用结构给它安装到盾牌表面就可以了 样子方面 个人感觉还可以吧 接着我们来到下盘 首先是命运的几个裙甲 比较招牌的鱼器状的内奥结构 我们来看一看抬起幅度 表现还挺不错的 侧裙甲则是比较放正化的结构了 中间位置可以看到颜色比较艳丽的一个红色出气口 虽然说侧裙甲看上去是比较长的 同时在IMB上如果不坐位移 会比较影响腿部可动 但是这款MR魂在侧品甲的双段关节比较有效 当位移以后对这个腿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遮挡 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后裙甲的话和前裙甲的结构类似 屁股上带有一个小洞 可以通过光束步枪的凸起 对这个光束步枪进行一个深厚的收纳 那么全装被搭载的时候比较常用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看腿部的结构表现 其实整个机体对于动画的造型诠释 我认为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腿部了 之前已经提到过了 包括之前的强袭自由或者是无限正义 包括很久之前的R魂正义都有类似的感觉 可以看到这一次命运的小腿处理还是非常细的 脚掌倒是不小 颜色也是非常艳丽 接着来看一看这可动 首先自然就是大腿根部的关节水平可动设计了 因为和之前的强袭自由差不多 所以表现也可以说是相差无几 那么前提的话 利用根部的移动轴 加上本身的裙甲可动范围 我个人感觉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算是比较标准的水平吧 在摆造型的时候是足够用了 而侧踢的话 因为侧裙甲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干涉的 可以看到是已经达到了一字马的高级水准了 后踢角度大致如此 作为大胀力动作还是需要用到一些的 在小腿后方这里带有一个喷口细节 尺寸的表现还是比较显眼的 那么进行屈膝的时候 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盖板的积压连动 但是屈膝角度表现还是可以的 同时在脚踝部分装甲带有独立可动 因为关节间距并不算小 所以在脚踝部分水平旋转 或者是脚步的侧摆动作都可以做得出来 同时脚掌部分是可以抬起和落下的 而且脚尖也带有多段可动支持弯折 那么总的来说 这可动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 改造型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随心所欲 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 就是这个手背装甲总是掉 再一个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漆面 而作为命运比较吸引人的部分 我感觉有两个 其中一个就是身后的红色大翅膀了 可以看到作为这个版本的命运而言 在最外侧这个单元的液天是显得非常肥厚的 甚至还感觉有那么一点笨重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 在这个翅膀的红色分色方面 这里是采取了区别主体的漆面工艺 都是亮面的 其实之前的强袭自由的光束突击炮也是光面的 摆弄几刀之后就成消光的了 因此对于这个漆面一定要好好珍惜 那么对于背包方面 首先中间位置带有比较常规的推进器设计 如果说要在这个位置连接支架的话 需要把这个喷口来进行拆除 这个设计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 而两侧则是这个翅膀单元了 在根部都给出了一定的可动结构 因为尺寸也不大 所以也不用担心支撑问题 当展开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些叶片设计的 虽然说这个可能是更还原动画 但是没有什么联动效果 而且轮造型肯定也还是MV更好看更帅气一些的 而说完翅膀 咱们就来说一说翅膀上挂载的武器 这一炮一剑的蓝绿常规配置 那么单独展示之前 我确实想说一说本身武器方面的表现 正如旁边所见 武器的表面是非常光洁的 给出的都是非常基本的标志 或者是分色 虽然说我知道是为了还原动画设定 但是对于武器来说 这实体化以后看起来确实是太素了 甚至拿在手里感觉完成度极低 身体方面不添油加醋确实是可以理解 这武器其实可以适当的加点什么 毕竟这个尺寸都不小 那么对于这样的表现 很容易让人直接转战新生的HG 而对于这武器方面 首先来看一看长距离光束炮 本身不需要进行拆卸 从后背的机械臂绕到胸口前面 然后按照惯例还是把折叠炮身来进行结构展开 当所有结构展开完整以后 炮身上带有相对应的握柄可以进行把持 虽然说没有什么细节 但是炮身的长度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阿龙戴特光束刀了 实用的话直接从后背的武器架上取下来 然后我们针对光束刀本身的结构 也是进行一定的展开操作 当全部展开完毕以后 光束刀部分自然需要匹配上刀口的光束特效件 对应好位置以后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同样虽然说细节不多 但是光束刀的尺寸表现也是不小 到此为止就是命运高达的两个主要武器了 而对于灵活舍不过持的 就只剩下这光束步枪了 相比之下可能是有点缺少存在感 但是因为是小尺寸武器 我倒是感觉细节方面看起来还行吧 可以看到一些红色分色的点缀 加上棱角分明的轮廓 那么相比大武器的细节 这个好像是更容易被接受一点 最后支架地台方面 真的是不想沾用什么篇幅去说了 可以看到黑色的台面 然后配合上烫银的各种标志和文字 总的来说和前面机体的风格设计都差不多 不过现在看来也是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支架杆方面 还是这种不太实用的简化结构 同时想要稳定的话 下面还需要使用这个透明的小支柱 而且查当模式下 这关节是比较松垮的 基本上是不能定型 所以后面展示全部都是接的背包 在支架方面 我是非常不满的 当然这个支架方面 以前就这样 可以看到虽然说也是合金成品 但是支架方面明显也是比MB低了一个水准 其实我相信朋友们能发现 这期里面我提到过MB的次数还是不少的 因为对于这个命运而言 MB的版本给人的影响确实很深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那么这一次MR魂的命运回归动画造型风格 虽然细节不多 但是对于这款MR魂的命运在造型方面 通过把玩或者是摆了一些简单pose以后 这感觉其实还是不错的 而另一个提MB的原因 就是这两个系列产品价格相差 真的不算是特别多 比如说这个命运我是1100多买的 那么这个价格我能买一个MB的摩承Z 还有找零 或者是加个100多块 我可以买一个MB的立案魔剑 要是换个什么冷门的超合金魂 还有找零 所以如果不看题材 肯定还是后继者是更合适的 当前这个系列定价实在是太贵了 MR魂海景方的机会也不大 从容的挑自己喜欢的能够接受的就可以了 而另外对于命运而言 之前肯定会有弹幕提到 没错就是光益 那么强袭自由已经出了 命运不出都是百分之百的不正常 不能就算是缺陷了是吧 所以别看贵 这个消费还没结束 如果说是没有MB的玩家 那还不如好好攒点钱 直接先拿下MB 就是我对这款MR魂命运的看法了 过几天平头论族的MR魂命运 应该也快到货了 本期咱们就先说到这 他们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同时订阅平头论族的频道账号 最新的节目更新都会第一时间推送 更多模型淘宝搜索平头论族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